我教社會政策,所以我教社會政策的人 會從社會政策局去看看, 和黃如山有些地方有好似, 這些地方有不似, 大家可以討論一下, 不過有一點多似的就是, 今日劍玲給我的題目就是, 誰拿了我們的公共財產, 我第一次聽到有年輕人這麼有意識 說這些是我們的公共財產, 以前都覺得這些是政府, 現在開始覺得是我們有份的, 這就是黃如山所說的, 如果我們不相信市場經濟化, 覺得這些是社會的目標, 我們需要討論的話, 這就是我們討論的一件事, 我猜這是一個挺好的開始, 我自從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 開始已經很少人去談這些政策的事, 我想以前搞財政預算, 研討會沒有人來的, 沒有人光顧, 有好幾年沒有人光顧, 不知道今次真是這麼好, 有這種可以討論的氣氛, 我希望這是一個開始, 覺得這是公共財產值得我們去討論的, 我們靠不靠政府都好, 我們覺得是我們要討論的一件事, 我猜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自己從社會政策角度去看, 私政報告的, 我是從社會政策角度去看財政預算案的, 如果從社會政策角度去看, 所有社會政策都涉及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它是有一個社會目標的, 譬如說, 私政報告這樣, 它是揭示著一種, 對未來社會發展的一種社會目標, 起碼, 它是應該向市民交代, 究竟它的社會目標是什麼, 財政預算案也是一樣的, 當它去彌頂一個優先次序話, 在第七段, 我記得的, 第七段, 它說我們有三大目標, 第一個目標就是穩固復甦, 第二個目標是發展經濟, 跟著第三個目標就是關愛社會, 這三個目標, 當它說這三個目標, 這三個目標作為優先次序, 作為社會目標的時候, 究竟它是想達到什麼的目標呢? 當然它是想我們的社會在未來, 透過這一種這樣的財政預算, 去達到什麼的老人家想怎樣呢? 透過財政預算是希望, 譬如未來我們老人家的情況會怎樣呢? 我們的社會關係會怎樣呢? 我們的年輕人會怎樣呢? 貧窮人的生活會怎樣呢? 於是整個財政預算, 是應該有一個社會目標在, 無論它的目標是顯性也好, 隱性也好, 有時它是說出來的, 有時它是不說出來的, 但透過子女寒間,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我們可以分析它有些很隱性的目標在, 如果從社會政策角度看, 它在任何的社會政策, 它必定有intention, 它有些objective在, 還有它arrive在這些intention, objective在背後, 它必定有些原則, 有些rational, 這些rational正正是, 剛才榮先生說的, 我們可以拿出來討論的地方, 譬如說, 為何這個次序是, 先穩固經濟, 然後發展經濟, 有剩餘的時候, 才關愛社會呢? 為何這個比例是這樣的, 同一個這樣的比例呢? 這個比例是否經過公共討論, 而產生的一個, 社會市民大眾都接受的結果呢? 這個比例想帶來一個什麼的社會目標呢? 究竟是這個想帶來一個說, 經濟成長之後, 就有一個關愛社會的社會目標了? 還是這個是帶來一個說, 經濟成長之後, 就你自己想到你自己了? 這是一個社會目標呢? 這些是需要我們去拿出來討論, 所以任何的財政預算, 任何的施政報告, 任何的社會政策, 在教育社會政策的人看來呢? 它是必定要carry一個social objective的, 而這個social objective是什麼呢? 我們是有權去參與, 我們有權去討論, 有權去要政府向著大眾認為的 一個社會目標, 甚至進發的, 而這個社會目標, 不單是簡單說我消滅民族, 或者我扶貧, 或者我是投資在教育, 投資教育都是一個, 都需要背後有一個社會目標的, 你投資社會,投資教育, 你是究竟想經濟再發展? 你給一千元的上網費, 究竟你是真的想減少digital divide? 還是你是想那幫人 將來可以配合那種 所謂digital economy呢? 究竟你是為的, 這是一個社會的目標, 還是經濟的目標呢?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去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 財政預算案, 我們必須分析它背後, 究竟有什麼社會目的在這裡, 不能單是接受一些很簡單的話, 我扶貧這個社會目標, 這個社會目標是, 究竟我們想不同年紀的人, 年輕人, 成年人, 老人, 家庭, 究竟幾年之後, 五年之後, 十年之後, 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關係, 他們得到什麼? 這是第一件事, 我們需要去問財政司司長, 或者問政府, 如果政府是廢的話, 我們就自己討論它, 究竟我們想這個社會, 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社會, 然後透過什麼財政政策, 我們arrive at these objectives, 所以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任何小政策, 它必定有一套strategy, 這也是我們需要分析的, 就是財政預算, 它是想透過什麼strategy, 什麼策略, 它arrive at, 它所需要arrive at的目的呢? 就是, 今次講, 穩固復甦, 發展經濟, 然後關愛社會, 就穩固復甦, 發展經濟, 譬如何樂生和何元先生, 你兩位經濟學者都講得很詳細, 我們當然不能頒目董府, 但是, 譬如關愛社會, 如果這是一個社會目的的話, 究竟政府是用什麼策略, 去達至關愛社會的目的呢? 而這些策略, 是否真的能夠達到, 它所謂關愛社會的目的呢? 這些是我們需要拿出來談的, 政府是用什麼策略呢? 其實剛才穩固復都講了我們那一篇, 我們交換來做就行,